杨子是当下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 她凭借多部影视作品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在2023年她已饰演古装剧《长相思》中的小妖一角 成功夺得了网评2023年最初圈女性角色的桂冠 那么杨子小妖2023最初圈女性角色的魅力何在呢 她又给观众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小妖是《长相思》中的女主角 她是一位天真可爱火不机灵的小仙女 因为一次意外而被困在人间 与男主角时影相依相爱 在剧中杨子完美地诠释了小妖的性格和情感 将一个既俏皮又感人 既灵动又深情的角色塑造得生动而鲜明 她的表现不仅展现了出色的演技 更在造型和台词表达上大放一彩 杨子的古装造型美丽动人 她成功克服古装一显胖的问题 展现了苗条儿典雅的形象 她的服饰和发饰都十分精致 与剧中的场景和氛围相得一张 她的妆容也十分自然 突出了她的清纯和灵气 她的造型不仅符合角色的身份和性格 也展现了她的美貌和气质 让观众为之倾倒 杨子的原声台词虽偶有精畏 但整体而言 她的演出自然贴合角色 杨子在场相四中的表现 为她的职业生涯增添了一抹亮色 为剧集带来了不小的收视贡献 她的台词不仅富有感情 也充满了幽默和机制 让观众在欣赏她的演技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她的魅力和个性 她的台词也成为了观众的口头禅 如我是小妖 你是石影 我们是一对 我不是小妖 我是小妖的小妖等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和模仿 杨子小妖2023最初圈女性角色的魅力 不仅在于她的演技造型和台词 更在于她的情感和故事 她与石影的爱情是一段跨越纤凡 历经坎坷的缘分 她为了石影不惜牺牲自己的鲜味和生命 她的忠贞和勇敢感动了无数观众 她的故事也传递了一种 对爱情的坚持和信念 让观众在感受到她的甜蜜和悲伤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她的力量和温暖 总之 杨子小妖2023最初圈女性角色的魅力在于她的演技 造型 台词 情感和故事 她成功地将一个仙女形象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 有灵魂的人物 让观众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和共鸣 她的表现不仅为她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也为她的事业和影响力增添了新的光彩 证明了她作为一名优秀的女演员的不凡实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